一八年的感情,怀孕三个月,抵不过一个可以为她带来利益的女人,我怀孕了,在一起八年的男朋友,却要和我分手,理由是对我没有感觉,我笑了,没有感觉能在一起八年吗? 艾特苏小姐,恭喜你,怀孕六个周了,胎儿很健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砰砰直跳,我和男朋友陈川在一起八年,她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我觉得那个时候上大学,要孩子总归是不好的,就想着等毕业以后,没有想到,等毕业以后,我们备孕的时候,孩子却不来了,一直等啊,等啊。 终于在我们相恋的第八个年头,等来了我们的孩子,我对医生到了线,就拿着孕简单,准备回家给陈川一个惊喜。 我和陈川目前属于同居未婚的阶段,我们的计划是先有了孩子,再说结婚,再又加上,我们两个都是对表面形式不是很在意的那种人,结婚办不办婚礼,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重要。 就算结婚,也不过是双方家长建议下面,领个证,因为我们都是极简主义者,都特别怕麻烦。 想着想着,就到了我们的租房。 我和陈川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在这个城市混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买起一套房。 就算我们的工资不低,但在日益增长的房价面前不值一提。 不过,我们也没有想买房,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想到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 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起来,我刚走到租房门口。 还没有打开房门,门就被陈川打开了。 我愣了一下,笑着对陈川说道,我们还真是心有灵犀,你今天下班怎么,小呀? 我们分手吧,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陈川就把我说出来的话给打断了。 我的大脑像是涌进了一窝蜂,嗡嗡地响得不停。 我不敢相信地退后两步,瞪大眼睛说道, 你,你在说什么? 陈川,你在给我开玩笑对不对? 陈川的脸色低沉,语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冷漠,你没有听错。 苏雅,我们分手吧,我的东西已经搬走了。 你好自为之。 说完这句话,陈川就拉起行李箱,准备离开。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陈川的右手身后拉着行李箱。 而我刚刚太激动高兴,竟然没有发现。 我鼻头一酸,颤声问道,为什么陈川? 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我们熬过了大学毕业分手季,熬过了七年之痒。 就在我以为,我们即将要步入婚姻的时候,陈川却要和我分手。 陈川的表情依旧是淡漠深沉的。 说出来的话也是如此,你没有做错,是我的错。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这个理由太过于可笑。 直接让我笑出了声。 哈哈哈哈,陈川,你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对我没有感觉。 对我没有感觉,我们能在一起八年。 我到现在,心里还觉得,陈川是在给我开玩笑。 因为我做梦都想不到,陈川会给我分手。 苏妖不管你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分手的。 她的语气和眼神都很坚定,她这样,我彻底怕了。 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卑微地哀求着。 陈川? 我我,怀孕了,六个周了,你不能和我分手。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小孩,现在她来了。 她来了,陈川的眉头皱紧。 残忍冷漠地,把我抓在她胳膊上的手指。 一根一根地掰开,她来得不是时候。 我现在不想要孩子了,把她打掉。 她吐出来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像冰冷的刀子。 毫不留情地,狠狠地刺入了我的心口里。 丢下这句话,不顾我的反应,陈川转身离开了。 在她走了以后,我一个站在租房前。 愣了很久很久,隔壁的领居看到我不对劲。 试探地问道,苏雅,你和你男朋友是不是吵架了? 我咬了咬唇,对领居说道,没有。 我一向不喜欢把自己的私事说给外人听。 尽管这个领居挺好的,领居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随后小声说道,没有吵架就好。 在你没有回家之前,我看到了一个开着兵力的女人,送你男朋友回家。 两个人亲密地像是一对,呸呸呸,可能我看错了。 你千万不要瞎想,你说什么? 邻居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摇头说道, 王姐,陈川要和我分手。 请你一定要给我说实话。 分手? 我就说嘛。 今天那个女人送她回来这边,两个人又亲又抱的。 苏雅,陈川这是榜上有钱人了,可怜你。 和她在一起那么多年,被辜负了。 邻居的话,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无疑又一次致命的打击。 我擦干泪水,对邻居说了谢谢,便回到了租房。 租房里陈川的东西,都被拉走了。 我看着有些空荡荡的租房,心里传来密密麻麻的痛意,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也接受不了,陈川和我分手。 陈川和我在一起那么多年。 是什么人,我比谁都清楚,他为人正直善良。 怎么可能会为了钱和利益,而和我分手呢? 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让陈川不开心了。 自我洗脑,安慰了自己一番以后。 我给陈川打过去了电话,却显示已关机。 我不信邪的再打,依旧如此,见电话打不通。 我给陈川开始发微信,却看到了对方拒收你消息的提醒。 陈川既然把我拉黑了,我彻底绷不住了。 抓起手机就往他的公司赶去。 我到他公司的时候,他正好和一个男人谈话,看到我过来。 陈川愣了一下,他对那男人说了一句话以后,走到我的身边,冷漠地说道, 苏亚。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分手。 这个孩子打掉,看着他如此冷漠绝情的模样。 我慌乱不堪的心,竟然出奇地镇定起来。 我同意分手,但我想知道,你和我分手。 是因为榜上有钱人了吗? 许是我说出来的话,有些难听。 你得周围人都看了过来,陈川耗面子。 脸色难看地说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二我苦笑一声,我胡说八道,邻居都看到了。 你被一个开着兵力的女人送回家了,陈川。 我们在一起八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你也是唯利是图的人,是我识人不清。 我认了,我丢下这句话,就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长相可爱。 气质柔和的女人走了过来,揽住了陈川的胳膊。 娇生娇气地说道,川哥,这就是你表姐吧。 长得和你挺像的。 女孩的话,让我不明所以地瞪大眼睛,看向了陈川。 陈川眼神闪躲,有些慌乱地说道,可嗨嗨,对。 我有些话要和你说,莉莉,你跟我过来一下。 啊? 什么? 什么话? 叫莉莉的女孩,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陈川拉走了。 我好似明白了什么。 这个女孩,应该不知道我和陈川是侵略。 而陈川为了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竟然隐瞒我们的真实关系。 我和陈川认识将近十年,从高中就认识,到现在。 我才发现,我从来都看不懂她。 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回到租房。 从做完检查到现在,我一口水一粒米,都没有吃。 但也感受不到丝毫的恶意,大脑爆裂一般的痛。 一夜之间,一念之差,我从天堂坠入了地狱。 我的手辅上小负,脑海里浮现出我和陈川在一起的一幕一幕。 我们很少吵架,就算有生气的时候。 也是陈川让着我,先低头认错,即使他和我分手。 还让我残忍地打掉孩子,我都对恨不起来。 陈川长得好,气质温柔儒雅,从上高中开始。 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我想着想着睡了过去。 再次睁开眼睛,我被吓了一跳。 陈川冷着脸坐在床前,看到我醒了以后。 他冷声说道,小雅,你离开这座城市,换座城市重新生活吧。 我听了陈川的话,太过于震惊。 竟然我一时之间,做不出来任何的反应出来。 看我没有反应,陈川促没说道。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离开这座城市,对你我都好。 好一个对你对我都好,你在担心什么陈川? 担心我会对你纠缠不休? 还是担心我会去他的面前,告诉他。 我们不是表姐弟,而是在一起八年。 还有孩子的侵略,我说中了陈川的心思。 他的脸色难看起来,他从椅子上起来。 走到我的面前,一脸疯狂偏执地说道, 苏亚,我们都是普通人,我想要在这个城市买房。 做人上人,我不想再看人脸色,我有什么错。 你知道,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要吃多少苦? 我们的孩子,要吃多少苦吗? 所以苏亚,即使止损吧,你也可以找到有钱人。 我听着陈川三观敬悔的话,不敢相信地摇着头。 这还是陈川吗? 还是那个正直善良的陈川吗? 我们在一起八年,我从来没有见过陈川这个样子。 我抓住陈川的肩膀,尽量用缓和的语气去控制他的情绪。 陈川,你别急,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许是我温柔的语气。 让陈川的情绪恢复了正常,他喘着粗气, 推开了我,又恢复了冷漠,没发生什么。 只是我有些厌倦看人脸色,居无定所地生活了。 我不想努力了苏亚,对不起,我辜负了你。 这是十万块钱,算是对你这些年和孩子的补偿。 好好的,说完陈川就把银行卡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把卡扔在了地上,一脸讽刺地说道, 你给我钱是想要补偿我,还是怕我去找他? 说明我们的真实情况。 苏亚,你体谅体谅我。 高丽那个女孩很单纯,她如果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一定会受不了的。 我体谅你。 谁去体谅我? 而且,陈川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隐瞒她,对她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我不知道,高丽那个女孩,家庭条件多么的好。 又许给了陈川什么,以至于让正直善良的陈川这么走火入魔。 见我油盐不尽,陈川耐心尽失。 她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咬着牙弩声说道, 苏亚,别逼我,我手里有我们在一起的视频。 你如果毁了我的路,我也会毁了你的。 我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睛,一颗心都在滴血。 她撕扯我头发,用了很大的力道。 我却感受不到任何的痛意。 这不是陈川。 这怎么会是温柔善良点陈川? 这是疯子。 这是疯子。 陈川丢下狠话就离开了。 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呆愣了很久,都出不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陈川在我们做那种事情的时候,拍了视频。 而他拍下的视频,竟然也成了威胁我就范的资本。 可笑,太可笑了。 我强迫自己镇定起来。 给闺蜜张业打过去电话。 小鸭怎么了? 张业你有时间吗? 有啊,我一个三无人缘。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时间多的是,你说吧。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 下午陪我去医院流产吧。 你说什么? 我说下午陪我去医院流产,我和陈川分手了。 这这这,你没有给我开玩笑吧? 你们在一起八年。 陈川那么爱你,不舍得让你做任何家务,烧一顿饭。 你们分手。 这简直是我听过本年度最不敢相信的话。 可却是真的。 看吧,陈川多会伪装。 身边的人都说他好,都坚信他不可能和我分手。 可事实呢? 我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给张业说了。 看张业的震惊不比我来得少。 反应过来以后, 大骂陈川是个渣男,不得好死。 小鸭,你太傻了。 那十万块钱你该要得,那是陈川应该给的。 是啊,没有了爱情的感情,也只有金钱最重要了。 下次吧,下次他给我我一定会要的。 等拿到那十万块钱,我就如他所愿。 离开这座城市,我和张业挂了妇产科。 今天人不少。 我们坐在休息椅上,刚准备休息一会儿。 就看到陈川带着高丽在做产检。 他们两个似乎是刚做完餐检出来。 高丽靠在陈川的胸口上,一副可爱小女人的姿态。 看到我以后,他愣了一下,轻声对陈川说道, 川哥,你表姐。 陈川听到高丽这样一说,脸色变了变。 犀利的目光,射在了我的身上。 我还没有说话,闺蜜就忍不住了,三张业想替我说话。 被我拉住了胳膊,高丽对我摆摆手,笑着说道, 表姐你也怀孕了,怀孕几个月了,吐得厉害吗? 我刚怀孕四个周,就吐得一塌糊涂。 高丽的话,对于我的打击,不比前面几次来得少。 如果陈川只是单纯地看上了高丽的利益。 而和他在一起,我认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两个在和我没有分手。 甚至还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搞到了一起。 好恶心,真的好恶心啊。 让我恶心的不是高丽。 而是陈川,他真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到了极点。 我忍下心中的厌恶,看到了陈川谋底的慌乱。 怎么可能不慌乱? 我一句话,就能让他们两个分道扬镳。 但我不会这样轻易地让他们分开。 我要让陈川付出血的代价。 我扯了扯嘴角,一副自怨自艾的模样。 我怀孕六个周了。 不像你啊,产检有男朋友陪着。 孕兔由我表弟这样好的男人安慰。 我男朋友就不行了,我刚怀孕,他就和我分手。 还让我把孩子打掉。 不知道是入戏太深。 还是太过于委屈,说着说着,掩着掩着。 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 如陈川说的那般,高丽果然是一个单纯到极点的女孩。 听到我这样说,高丽瞬间怒了。 同仇敌开的表情,咬着牙说道。 真是不要脸的臭渣男,祝他不得好死。 出门被车撞死,再去找的女朋友,也给他戴绿帽子。 辜负姐姐这么好的女孩子。 别看高丽长得清纯可爱。 但骂起人来,是一点也不嘴软。 站在他身旁的陈川。 脸色是变了又变,但高丽依旧没有收口的打算。 真的是气死我了。 姐姐,你有他的照片吗? 我们家在互联网上有账号和粉丝。 他敢这么做。 我必须要曝光他,免得他再去伤害别的人。 莉莉,你不是饿了吗? 我带你吃,我气饱了。 姐姐,你考虑得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把他给,不用了莉莉。 我还爱着他,不忍心让他身败名裂。 你不是饿了吗? 赶快让我弟带着你吃东西吧。 见我说不用。 高丽还想要劝我,但被陈川阻止了。 莉莉,你怀着孕不能饿肚子,表姐是个成年人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去解决。 那好吧。 说着,高丽给我摆摆手, 转身跟着陈川离开了。 不得不说,高丽是一个很善良,很单纯的姑娘。 被陈川这样段位高的老男人耍得团团转。 要是让他知道,我说的那个渣男就是陈川。 不知道他会不会崩溃掉。 陈川和高丽走了以后,张叶扯了扯我的衣角, 一脸敬佩地说道, 小鸭,还得是你,好一出声东击西。 你是没有看到,刚刚陈川的脸色有多么的难看。 我看到了,可这只是一个调味剂,厉害在后面了。 后面? 你要报复他吗? 可他的手里不是有你们在一起的视频吗? 叶子。 他手里有我的视频,这从来不是我的软肋。 而是他的,如果让高丽知道,我不是他的表姐。 他将一无所有,等着吧。 今天晚上,他还会来求我的。 我把孩子留掉以后,就住在了医院里,张叶在医院里照顾我。 和我想的一样,在晚上十点以后,陈川按捺不住了。 给我打来了电话。 苏亚,你今天在莉莉的面前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嘲讽地扯了扯嘴角,失笑一声,陈川。 你也会害怕呀。 你,苏亚,我求你了。 高丽真的对我很重要。 她是我们公司老板的女儿。 只要我和她在一起,我不仅可以在这个城市有房,还能做到部门经理。 你知道的,我一直想要那个位置。 只要你配合我,等我和高丽稳定了,在高家有了话语权。 有了自己的权势,我就和她离婚,和你在一起。 这样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 陈川会说出来这样一番不要脸至极的话。 在她说出来这些话的时候,我点击了通话录音。 忍着恶心,寻寻善诱道。 陈川,你这样做,对得起高丽吗? 我看得出来,她很单纯。 也很爱你。 你这样,对她是不公平的。 陈川的理智已经濒临疯狂了。 她咬着牙。 疯狂地说道,这个世界哪有公平和公正可言。 和她比起来,我们才是最惨的。 况且,也不是我主动找她的,是她主动追求我的。 是她自己犯贱,我不伤害她。 伤害谁? 她主动追求你的时候,问过你有女朋友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高丽那个女孩子的三观,还是很正的。 从今天我故意说出来那些话。 她一份填膺地站在我的立场上,帮我去骂渣男。 还说要让渣男付出代价。 不要让渣男去坑害别的小姑娘。 这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她不是那种知道别人有女朋友。 还去上赶着的那种人。 苏雅,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但你知道吗? 那个男人面对这些,都把控不住。 你如果愿意等我的话,孩子不用留了。 等我五年的时间, 我会给我们之间一个幸福的生活。 她明明做错了, 却还理直气壮的模样。 让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冷笑一声,讽刺地说道。 不用了,我不需要。 说完这句话, 我就把电话给挂断, 并把陈川的电话给拉黑了。 做完这一切以后, 张叶一脸好奇地说道。 陈川那个狗男人又说了什么? 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他让我等他五年, 五年以后他在高家坐稳了。 就把高丽甩掉, 和我结婚。 我被他气死了。 你敢相信这是正直善良的陈川吗? 现在的他, 为了利益, 已经疯了。 卧槽, 这这这? 他哪来的脸啊? 要不, 我们把这些事情告诉高丽。 让高丽知道他的真面目,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联系到了高丽, 想要和他谈谈。 但昨天还态度很好的高丽。 在我提出来和他谈话的时候, 却言辞地拒绝了我。 原来你不是陈川的表姐, 而是他的变态追求者。 苏小姐, 我告诉你, 陈川是我的, 你就算装疯卖傻。 引起陈川的同情, 他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我被高丽的话震惊得不行。 不过转瞬间, 我就明白过来了。 陈川担心我把过去的那些事情告诉高丽。 就先先下手为强, 不得不说, 这一招实在是精妙。 似我扯了扯嘴角, 讽刺地说道, 高小姐, 就那么相信陈川的话吗? 高丽一脸蒙圈的模样。 要强地说道, 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不相信她。 相信谁? 高小姐, 看了我给你发的文件就知道了。 不过看之前, 高小姐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文件? 隔着电话。 我都能感觉到高丽狐疑的语气。 她好奇也是正常。 毕竟连陈川和张叶都没有想到。 我会把和陈川在一起的每一刻都记录下来。 并悄悄地整理成了PPT。 现在想想, 北亏做了个PPT, 要不然真的对陈川没有办法了。 也是, 谁能想到陈川会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呢? 我把PPT发给高丽不过半个小时。 高丽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她哭着哀吼。 你发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我忍不住低笑一声。 高丽啊, 我是该说你傻, 还是该说你可怜呢? 陈川还没有和我分手, 就合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怀孕的天数相隔多少天? 她在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又和你在一起了。 你不嫌恶心吗? 高丽那边沉默了很久之后, 咬着牙说道, 我知道了姐姐, 我一定会让陈川付出代价的。 她敢玩弄我的感情, 我要让她生不如死。 听到高丽这样说, 我心里的大事一下落了地, 事情走到这一步。 我对陈川早已没有了感情, 有的只是失望和厌恶罢了。 我希望她能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不然, 我的孩子, 我八年的感情, 真的为了狗了。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张叶全程照顾着我, 似乎是害怕刺激到我的情绪。 她这三天里, 很少提过陈川和高丽。 她不提他们两个, 我也懒得问, 我做了自己该做的。 不让高丽受到伤害和利用, 这就足够了。 可我却没有想到, 我才平静两天的生活, 就被打乱了。 万万没想到, 高丽把陈川脚踏两只船的事情, 放到了网上。 买了很多热搜, 让陈川射死, 全网都在网爆她。 不过短短三天的时间, 陈川就成了众矢之地。 被开除不可避免, 因为那个公司本就是高丽家的。 被高丽扫地出门, 住酒店都办理不了。 更不要说租房子了。 陈川走在街上, 都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甚至有人往她的身上丢垃圾和坏鸡蛋。 张叶把陈川这两天的遭遇告诉了我。 然后小声说道, 不愧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做事就是心狠手辣。 陈川在这个城市已经混不下去了, 真是活该。 天道轮回罢了。 我以为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想到在我出院回到租房以后, 陈川竟然在租房里, 不过七八天不见。 陈川整个人的变化超乎我的想象。 她是属于英俊帅气那一挂的气质型男站在哪里? 什么都不去做就够吸引人了。 我脸色一白。 这个租房格银很好。 我现在被她控制如果不能制造动静。 以陈川目前的精神状态很有可能会出事。 陈川。 你冷静一点, 不是我毁了你, 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如果一开始你没有看中高丽的那些利益。 我们好好的又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我试图和她讲道理, 可陷入疯狂的男人根本不听。 苏亚, 你以为我愿意吗? 我爸得了癌症。 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儿子, 唯一的大学生。 他们都在逼我, 质问我, 为什么上了大学? 还是没有出现, 我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陈川。 我张了张嘴, 好几次话都说不出来,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陈川的父亲会得了癌症,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或许, 可就算是我早知道,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陈川。 去欺骗无辜的高丽吗? 看到我震惊不已。 陈川松开了我, 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我的目光绝望而又悲凉。 苏亚, 我这辈子都毁了, 如果我们像高丽那样, 一出生就在金字塔顶尖该有多好。 看陈川这个样子, 我的心里也很难受, 毕竟, 是爱了八年, 一起走过八年风雨的男人。 我蹲在陈川的面前, 小声说道, 陈川, 别这样想。 你爸的病我没有想到。 你之前给的十万块钱, 拿去给你爸看病吧。 如果不够, 我们再想办法, 没有必要因为挫折, 而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听到我这样说, 陈川眼前一亮, 苏亚,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我点了点头, 陈川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你能告诉高丽, 我们之间是和平分手, 然后对外澄清吗? 我张了张嘴, 心底一瞬间划过不安的念头。 可陈川却没有给我多想的机会,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大群拿着手机和话筒的人走了过来, 把话筒和手机对准了我。 你好,苏小姐。 请问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脚踏两只船事件。 您作为事件中的另一个女主角, 有什么想说的吗? 是陈先生说的, 你们两个和平分手。 还是你怀孕被她甩了呢? 苏小姐请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吗? 我被这阵仗吓坏了, 想到陈川刚刚说的话。 有些不忍, 我下意识地说道, 我们是和平分手。 陈川不是渣男, 我这话落, 陈川露出满意的微笑。 神态一改之前的唯靡, 神采意的说道。 谢谢你苏雅,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陈川就带着记者离开了。 我后知后觉的, 像是反应过来什么。 急忙地去看手机, 果然刚刚那些人采访我的视频, 已经上了热搜。 反转! 脚踏两只船的男主, 并没有扎任何人。 都是分手重新开始的, 我们误会他了。 下面是我的视频, 有了我的澄清视频。 我当即被骂上了热搜。 五合平分手, 你蹭什么热度? 陈川那么帅。 甩掉你也是应该的, 只有我觉得陈川和高丽好配吗? 我也觉得, 附加千金, VS清冷, 帅气男。 杀了我吧, 因为我的澄清, 战火转移到了我的头上。 我到现在, 再才知道, 高丽加在网上, 不仅有账号。 粉丝还有五百万, 因为高丽曝光陈川。 账号大幅度涨粉, 而陈川又澄清。 短短几天时间, 高丽加的账号, 在网上很是红火。 活跃。 而我成了众矢之地, 被人网爆人肉出来。 情况和之前的, 陈川有过而不及之处。 我每天都不敢出门, 只能待在家里。 张叶得知以后, 赶到我的租房, 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 骂我傻子。 苏雅, 高丽和陈川, 根本就没有分手。 两个人现在正在营销, CP在网上带货。 一天营业额都有几百上千万, 我到现在才明白。 我们被陈川和高丽耍了。 张叶给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在局中迷失地问。 也明白了, 我在你被网爆的这些天。 对陈川调查了, 你说他父亲得了癌症, 根本就没有。 而且他在高丽家的公司职位, 就是网红孵化经纪人。 他看到那些网红赚钱, 就和高丽签下了合同。 准备营造CP, 你看, 这是他们之前发的情侣日常。 我接过张叶的手机, 点进去一看, 直接被气笑了。 情侣日常很有虚头。 附加千金和清冷穷小子的日常生活啊。 附加千金和清冷穷小子在一起, 谁花钱? 在这样的虚头的标签加持下。 播放量可谓是高的离谱。 而发布日期竟然在一个月之前。 因为陈川一直没有露脸, 刷到这个视频的我。 也没有在意, 现在想想, 我真是傻得离谱。 见我情绪有些崩溃, 张叶安慰道, 别难受小压。 人生这么长, 谁还不遇到几个寄品垃圾。 陈川垃圾也就算了, 让我没有想到。 看起来直爽异起的高丽, 也是垃圾。 真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可以理解, 毕竟都是商人。 哪有什么单纯不单纯可言。 是啊, 高丽也参与其中了, 估计还是主谋话。 不行, 苏亚,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们找高丽对价公司,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吧。 不然, 你这辈子都毁了。 他们凭什么踩着你的身体上位? 可是, 别可是了, 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 高丽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创建了一个账号。 因为这几年, 经济不景气, 高丽的父亲, 看中了自媒体这一块。 给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一个账号, 谁发展得好? 公司就留给谁, 现在高丽发展得好? 高丽的哥哥自然着急。 如果我们把高丽和陈川曝光出来, 高丽的哥哥肯定愿意。 好, 我听你的。 我现在快要被陈川和高丽逼疯了。 脑子早就没有了主见, 一切都是张叶帮我安排。 不知道张叶怎么联系到了 高丽的哥哥。 我们在一家隐蔽性极好的餐厅里, 把这件事商议好了, 并签下了合同。 签订好合同以后, 我以视频加入入图片证据的方式, 将和陈川在一起。 他出轨, 背叛我, 逼我打掉孩子。 又哄我, 拨我同情的录音, 和高丽一起谋害我的前因后果。 事无巨细, 一点一点讲了出来。 高丽的哥哥高正, 看着视频满意地勾起嘴角。 对我说道, 苏小姐的表达能力很强, 且证据充足。 有了这一反转, 高丽和陈川必将无法反身。 事成之后, 我会给你二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我没有拒绝,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钱不钱, 只想让陈川和高丽。 这对诡计多端的狗男人下地狱, 很快反转视频就发不到了网上。 但高正没有发到他的账号上, 而是让很多吃瓜博主同时发的。 那些吃瓜博主的粉丝群体, 都是年轻人, 且数量极多, 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就冲上了热搜。 和我预想的结果差不多。 我的证据和录音很有说服力, 并拆穿了他们两个的阴谋。 一时之间, 反应过来的网友都在大骂陈川和高丽不择手段。 更有偏激者跑到高丽的公司闹事。 高丽的父亲为了稀释宁人, 把陈川和高丽推出来挡墙, 并对外宣布陈川和高丽和他的公司没有关系。 高丽的父亲发布声明以后, 高丽和陈川两个人吓坏了, 在网上互相甩锅。 高丽指责陈川, 说是陈川蛊惑他。 还逼着自己的女朋友打胎, 踩着自己的女朋友上位。 陈川也抱高丽的黑料, 说高丽和他在一起都是演的, 还公布高丽的录音。 录音中的高丽高高在上的辱骂那些粉丝都是傻子。 他们只要演演戏, 钱就大把大把地来。 因为陈川的录音, 高丽是把粉丝得罪了。 那些极端的人把高丽人肉得一点渣都不剩。 陈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看着他们为了利益狗鸡跳墙, 不禁觉得好笑至极。 八年啊, 我用八年都没有看清陈川。 原来他也是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满嘴谎言的人。 可笑吗? 挺可笑的。 张叶问我解气吗? 挺解气也挺难受。 八年的感情换来满身伤痕。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完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合作——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